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DDTV 我是薇薇 我们的疫情还是很严峻 我们确诊数字每一天都是高居不下 天天都在创新高 所以身为负责任的子民 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坚持遵守好防疫SOP 就比如说我们要戴口罩 去到哪里都要戴口罩 但是如果是真的是 没有事情的话就不要出门了 尽量的待在家 因为待在家就能够减少活动 那我们这个病菌就不会的随处散播了 另外就是我们记得去到哪里 要记得勤洗手要消毒双手 然后要保持至少一米的人生距离 这样子才能够保护我们自己 也保护大家 今天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的 是一位来自吉隆坡中华 国民型华文中学的老师 他会来给我们上一堂中四中五 也就是高中的华文文学科目 来欣赏一篇文章 那究竟这位老师是谁呢 我们马上去看看这位老师的介绍片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说跟钓鱼有关 是吗 老师 对 篇章的名字是钓剩鱼 鱼 作者是陈之帆 老师 那我们在继续聊之前 我们来教导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一起做一些防疫SOP 好吗 好的 就比如说我们要消毒双手 说老师 请 好 所以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 就是消毒双手 对 老师也是一样吗 随身带一些消毒器 对 我带一瓶比较小瓶的 放在我的包包里 对 我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老师 那现在呢 想要我们看一看一个片段 那个片段就是关于说 学生对于报考华文科 还有选择华文文学 这个科目有一些怎么样的看法 我们来一起听听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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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听一听 我叫陈炎君 我来自吉隆坡中华 中华国民新华文中学 我会选修华文文学 我会选修华文文学是因为 我认为文学是作为人类的心声表达 和作为人类 复杂而深邃的精神创造 作为学生上文学课 不但可以加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与鉴赏能力 还可以提升个人的人文素质 并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包佳颖 学习华文文学不仅仅是学习语言 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与精神的传承 中华博大精神 文学蕴含了古人的智慧及人文精神 通过学习华文文学 学生能从文字里了解到当代的社会文化 其范围概括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 带来的更是思维上的发展 以及素质的提升 从而让学生得到人生的启发 判断的思考以及创新的巩固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李曲宁 我会寻求华文文学是因为 华文文学是起方文很大的一门科目 文学更着重于文字和情感运用的审美 背后所运创作的核心思想更是不容忽视 通过华文文学不但能加强对文学作品的 欠赏能力 品味着印尝其中的奥妙 还可以提升文文素质 并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谢谢 是真的 如果是有机会学习的话呢 一定要多掌握华文 是 学习一些文学 对的 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呢 然后让我们变得更有修养的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然后给时间老师做准备一下 还有电视机器的朋友呢 有呢可能也需要准备一些纸笔啊 稍后呢跟老师一起上课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今天呢来到现场的呢 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行 华文中学的老师张峰英 他会呢带来的这本书 里面有一些文章呢 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那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请来自 同样一所学校的六位同学 出现在大萤幕前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因为这六位同学呢 也会跟现场的 所有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上课的 我们有请六位同学 一起出来 大家好 是的 主持人好 张老师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国民行 华文中学的李明俊同学 好 很快地自我介绍 明俊同学你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另外一位女生呢 自我介绍好不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张老师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 阮美慧 美慧好 在上方的一位男生呢 对 是您 来打个招呼 来打个招呼 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 舒胡萱 嗯哼 那胡萱的旁边呢 旁边是谁呢 主持人好 老师好 我是来自中华华中的李俊生 俊生 俊生 俊生好 好 那接下来下面那位女生呢 带领带的 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呃 张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 陈思颖 思颖好 最后一位女生呢 张老师好 主持人 张老师好 主持人好 我是来自吉隆坡中华华中的林可柔 嗯 嗯 很好 所以另一位同学自我介绍之后呢 他们都是中午的学生是吧 老师 他们都是中午学生 中午的学生 那老师 我们就事不宜辞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您 我们来一起欣赏这篇文章是 陈思帆的《吊胜鱼鱼》 老师有请 好 谢谢 薇薇 好 这篇文章的篇章名字是 《吊胜鱼鱼》作者陈思帆 那在本堂课 我们看本堂课的学习目标 首先呢 我们会梳理文章的段落和结构 接下去呢 我们再归纳文章的中心思想 那么之后呢 我们会分析和这篇文章有关的SPM 华文文学考题 好 在进入本文之前 也让我们看一看阅读散文的重点 一 根据华文文学课程标准 散文的学习重点如下 一 借助创作背景 理清散文的结构和思路 了解内容并归纳其主旨 二 领会散文作品的思想感情体会其意境 三 品味散文的语言特色 分析作品的表现手法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知道文学是一个作家的思想的展现 我们必须了解作家的生平 才能够进入他的思想感情世界 这篇文章的作家是陈之帆 那陈之帆呢 是中国河北八州人 后来他移居到台湾北洋大学 那么毕业于台湾北洋大学 他毕业于台湾北洋大学奠基系 然后来到美国布林斯顿大学念硕士 再后来又到英国的建桥大学 读哲学 获得博士学位 那陈之帆先生承认教育 美国 香港 台湾各著名大学 虽然作者学的是奠基工程学 但是他也喜欢文学 热爱写作 擅长写短篇杂杆 那么陈之帆的作品相当多 本文是栽制他的《吕美小简》 是作者早年赴美国费城的 宾西法尼亚大学深造的散文作品集 作者见当时社会风气 趋于急功近利 有感而发写下的这篇文章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分析文章的段落大意 我们的线上的六位同学呢 他们已经预习了本课文 也对文章的内容有一定的掌握 待会他们一起 他们也参与一起的分析文章的段落 好 我们先看文章的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有八段 第一段呢 作者交代了时间 地点和人物 就是作者和老教授 那么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 一直到第六段呢 作者写的是他跟老教授之间的对话 我想问线上的同学 作者和老教授的对话呢 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 同时呢 说出这件事情 带出的中心思想 来 线上哪位同学 我们分享一下 老师 我来回答 好 吴轩 主文中继续了一件事 他继续了一名老教授出发钓鱼 他在这件事带出了的中心思想志 他作者是为钓 而不是为鱼 他强调老教授享受钓鱼的过程 好 谢谢俊森 俊森说得很准确 老教授这边写的是老教授钓鱼的过程 和老教授钓鱼的态度 那么怎么样的态度呢 他说我是为钓 不是为鱼 那我是为钓 不是为鱼 所以就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本文中心思想 那好 我们接下去看 第一部分还没有完毕 第七段作者就形容老教授钓鱼的湖边的景色 他用了一首小诗 那么他先老教授钓鱼时看到隐人路盛的美景 凸显老教授沉醉在这钓鱼的享受过程 那么这景色的营造呢 营造了一个本文的意境 那么这里暗示夏文工作会使人沉迷 那接下去作者说 他的思潮随着老教授泛舟垂钓之后呢 他的思潮进入这静谧的山谷里 我再看回去 第一部分其实就是八段都是继续 这是继续的部分 那我们再看第二部分 那第二部分呢 它可以分为三层 三层 第一层呢 是写老教授在 作者在老教授远去之后 他的所思所想 那么这一部分呢 他是要进入 在进入议论之前所写的一个段 是一个过渡段 好 那请问作者写老教授的经历 工作还有生活习惯 用意何在呢 来 线上哪位同学愿意分享 感觉上 对 我们的同学好像 对 有一些问题 失联 老师说 其实这个是这位老教授 跟作者之间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是吧 对 他就借由说这位老教授 去钓鱼的整个过程 是啊 就是不在乎说他有钓到多少条鱼 对 反而是去享受整个钓鱼的过程 他享受钓鱼的过程 好 没关系 同学们的可能的线路有问题 那么老师就来开股了 好 那么其实这部分呢 是要引出下文议论的部分 因为第二部分是议论的部分 那么这里呢 作者杰罕老教授 他认为钓鱼的乐趣 比鱼的收获更重要 那么接下来又谈呢 谈什么呢 又告诉我们老教授 在大学教书30年了 好 那么这是用意 为什么他要把这两个连贯在一起呢 其实是作者要让我们知道 老教授能够享受工作的乐趣 来 我们接下来去看第二部分的第二层 刚才是第一层 第十段 好 第十段呢 就是正式进入议论部分了 刚才那一部分呢 是过渡段 那这里呢 作者就是从刚才的那一段呢 进入议论部分告诉我们说 不计较名利 就是我在于钓 不在于鱼 这种工作态度呢 能够带来什么好处 好 那么 这个好处就是 能够欣赏钓 而不计较鱼 是会使一个人快乐 使一个团体健康 使一个社会成功 好 这是钓鱼带来的好处 是 那么刚才讲的是一个老教授 不足以证明这一点 那作者呢 又举例说 在美国的兵大 有108个退休老教授 那么他们在兵大服务呢 超过四分之一世纪 25到40年 那么这些实力呢 告诉我们 这些老教授呢 他们跟之前的钓鱼的老教授一样 在他们工作环境中呢 流连忘返 乐此不继任 所以感觉自己呢 沉醉语 鸟语 花香和三清水媚之中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一句呢 描写的是一种意境 这个意境 是不是跟刚才第七段的意境是相同的 那是相呼应的 好 接下去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的 我们要一个小总结 第二部分的小总结 潜心工作而不计较名利的态度 带来什么好处 好 那么 这个时间可能老师不能跟同学沟通了 因为陷入一些问题 好 那我们继续再分享这些文章吗 还是老师想要讲解一下究竟 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好处 我就带同学们回答吧 好 好 那么第二要考同学们是 针对这个论点作者提出哪些初步的论证 因为议论就是要论证嘛 来 那么 就是不计较名利的工作态度呢 带来的好处就是 会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成功 好 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的中心思想 中心论点 好 那么 那么针对这个论点作者提出哪些初步的论证 就是那108个教授 在大学里面连续工作了几十年 沉醉在他们的工作中 很有敬业的精神是吧 对啊 对啊 是 好 我们看第二部分的第二层 那是第十一到第十六段 到第十六段 那其实呢 这里呢 作者 刚才举的例子呢 是我们不知名 是不知名的教授 接下来呢 作者要举例 举例证明呢 他 这篇文章的主题 吊胜于鱼的主题 那么在第十一段 作者呢 就介绍了这个普渡大学校长郝德 那么郝德呢 他是沉醉在工作中 别人呢 觉得他的那项工作是三穷水晶的泥蟹 可是呢 他自己觉得那是花环月满的桃园 看到没有 郝德是多么的沉醉在工作环境中 乐此不倦的 第十二段呢 是魏刚 大学教授魏刚 那么魏刚呢 他是一个自动机械专家 他每一天都在研究学习 几乎像脑筋没有 不得已休息 那最后呢 他怎么样休息呢 就用锯木头 把大的锯成小的 像个疯子一样 可是呢 魏刚呢 这位教授呢 他却不觉得那是苦 苦 很苦的事情 他 对这工作的 资本工作呢 对他来讲呢 是充满了魔力 是 那我知道说 张老师 我知道说 除了点出了一些教授呢 来举例 还有一些名人 是我们大家都认识的 比如说 包括爱因斯坦 对了 也出现在里面 对了 广告 好的 今天呢 来到现场的张峰英老师呢 为我们带来了一篇 中四中五的华文文学文章 是陈志帆的钓圣鱼鱼 主要呢 是借由他跟一位老教授 出海捕鱼钓鱼 钓鱼的时候 整个过程呢 来做一个解说 就是说 其实呢 他享受的是整个钓鱼的过程 不在乎说 他钓了多少条鱼 是这样吧 老师 是的 那我们的同学也回到线上了 好 很好 对 老师 终于见到同学 终于见到同学 好 那我们就继续吧 好 那我们进到的第十三段了 同学们 那第十三段和第十四段 讲的是同一个例子 那我们请一位同学 让我概述一下 这两段呢 作者是引述谁为例子呢 来 线上同学 嗯 来 同学们 哪一个要回答 美慧是吧 嗯 是的 是 美慧 伊坦呢 他到普林斯顿物理系时 只要求了五千元的年薪 还经常忘记对取失票 正如钓鱼者 钓上鱼来 又将其抛入水中一样 他们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金凤多寡这些琐事 嗯 好的 美慧的那个概述是对的 所以爱因斯坦呢 他连支票也忘记兑现 证明他真的是 不注重那个名或者利 好 那么接下来第十五段 然后第十五段 来 哪位同学 愿意和我们分享一下 嗯 来 线上同学 来 第十五段 哪位同学想要回答 老师 我来答 福宣 明俊 劳伦斯发明原子冲击 其实有人劝他申请专利某财富 他只笑了笑 他宁可用申请专利的功夫 多冲击几种原子 他沉迷于研究科学 事后路叙利为云烟 福宣 对的 你看我们的劳伦斯 他连申请专利他也不想去申请 因为他觉得那个时间不如用来做研究 好 所以这两个例子都是论证了 钓剩余鱼的原因 接下来我们去看第二部分的第二层 第十六段 那么还是例子 沙克 那位同学想分享沙克 对沙克的看法 好 可柔 我个人觉得沙克他认为 科学家不是政治家或明星 他也只是想要回到实验室去 投入到兴趣的追求当中 他也没有想过要往上爬 也没有想过因为学而优则是 而因为有学问去做官 对的 沙克对做官没有兴趣 他是认为他是属于实验室的 好 那桌子又再一次论证了 吊剩余鱼的原因 这里呢 桌子举了五个具体的例子 那么请问呢 郝德跟魏刚教授这两个人呢 这两个例子的折重点是什么 折重点是什么 来 哪位同学要和我们谈一谈 好 明俊 好 老师我回答一下 是的 其实浦都大学的校长 郝德 还有这个 冰大的魏刚教授的例子 折重点在于 作者着重去证明 潜心工作的这个乐趣 其实说明了这种乐趣 是一些人 与调为乐是一样的 也就是潜心工作 而不去计较民意 好 谢谢明俊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去看另外三个人呢 他们的折重点又很相似 就是爱因斯塔 劳卢斯和沙克 我们请另外一个同学来分析吧 老师我来答 好 那么爱因斯塔和劳卢斯和沙克 他们例子的折重点就是 他们都是一个不计较民意的 高尚品质能助人成功 他们都以工作为乐趣 而把民意置于脑后 但却得到了真正的成功 对 谢谢先生 好 所以这里讲了五个人物的 他们做研究的事件 那么说明这个调圣鱼鱼这个观念 对他们来讲是根深蒂固的 所以为什么他们能够潜心工作几十年 好 那么这五个学者 我们再为他们做一个 找出他们的共同点 五个学者的共同点 来 那一位同学要告诉我们他的共同点 是五个学者 老师我来答答 可柔 可柔再来 我个人觉得以上的共同 他们以上的学者 拥有着享受在于追求 不在于索取的共同点 好 谢谢可柔 的确是对的 这五个学者 他们都是自工作 他们投身工作 潜心工作 不注重名利 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二部分的第三层 第三层 第十七段 就是议论部分的最后一段 你看桌子说 然而不是喂鱼的钓者 却常常钓上大鱼来 好 你们觉得 说既然作者说 这些学者既然不在于索取 为什么作者在这一段 又要提出他们常常钓到大鱼呢 就你不抢求的话 反而会有所收获 对 是这样的意思 是的 学生有什么要分享 同学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的 老师我补充一下 是的 就如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作者议论的部分 小杰是要肯定于这些人 在钓舜鱼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不注重这个鱼的结果 其实往往才有最大的收获 例如爱因斯坦在相对论当中 有一个非常高的 学术研究的成就一样 好 谢谢明俊 是 讲得很好 那不抢求收获的人 往往获得卓越的成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最心理工作 全心全意的工作 好 我们接下去看 好 第十八段是吧 第十八到二十段 就是文章的第三部分 刚才的十 第九到第十七段 是议论的部分 是第二部分 那么从第二部分 再转到第三部分 那同学们看到吗 第三部分呢 他说这个老者 又划着他的边周 悠悠地划回来了 那这里呢 就是衔接我们前面继续的 继续文的部分 看到吗 所以这部分第三部分呢 也是继续的部分 好 在这里 在这里呢 作者为什么 好 告诉我 作者在这里 从提升了什么 再重生了什么呢 好 那位同学 重复了两个主题是吧 对 我们也看到了 对 来 那是 我来答 好 胡逊 作者在这三段交代了 就技术老教授 老教授钓鱼回来 及作者的反思 对了 老教授的 作者对老教授钓鱼的态度 的一种反思 好 那么 还有同学要补充吗 来 老师让我打 好 作者在这三段 他再次强调 它是喂钓 而不是喂鱼 对 我也看到了这个 从一开始就已经强调这个 对 在结尾的时候再重复一次 是 是 是 我以为也可以考文学了 考文学 好 看得到 好 那么作者呢 在这里再重生 钓剩鱼鱼的主题 因为这是文章的主题 所以在结尾的时候再重生 好 那么作者在结尾那一段 就抛出了这么样的一句 给作者一个思考的空间 他说人生处在时常变幻中的 不幽静的水边 我们是活在一个变幻的世界 对吗 像我们现在的疫情 每一天在增加 增加 对 那么空调一场 就是指什么呢 徒劳的辛苦一场 哪儿的鱼 哪儿来鱼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名利 其实 有两个错字 其实就是虚幻的 虚幻的 因为人生就是像 净花水月一般 好 第三部分 我们再重复一下吧 因为这部分很重要 作者在最后三段 交代了什么 用意何在 就是那个第十八十九二十的 那三段吗 对对对 这算是很重要 那同学已经是回答了 回答了 或者是我们就看一看吧 好 因为这里是同学们说过 它是深化主题 引导读者思考人生 因为人生呢 引导意义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名利都是虚妄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中心思想 中心思想 其实文章有两个难点 第一呢 我是喂钓 不是喂鱼 第二个难点呢是 不是喂钓 而不是喂鱼的人 能够使一个人快乐 能够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成功 那我们要去理解破这个难点呢 我们先要理解文章的表现手法 那么这篇文章呢 它主要的表现手法 来我们看看 主要用的是比喻手法 比喻 比喻 好 还有呢就是差序 差序就是作者在议论之中呢 插入了一些例子作为论证 比喻方面是怎么样说呢老师 比喻来我们讲一讲 那比喻呢是用一个浅显的书做比方 做比方 说明全文中心思想过程 剩余结果的道理 比喻比方说美的像花 那就是比喻 把那个美女比喻为花 所以我看我女儿小学的那些课文 她们的华文也有学到一些比喻 比拟 夸张修辞手法 这些都有 对 所以小学学的修辞手法呢 其实就带上来中学 继续地用在中学的 更深奥一些 再继续地再看 好 好 那插序又怎么样呢老师 插序就是作者呢 因为他是 这篇是继续文 他又议论 所以在议论当中又插入了继续 在继续中 你看 继续中 插入了议论 那么夹序夹论 夹序夹论就是议论和继续 参杂在一起 对 通过举例论知 为中心思想做进一步的解释 这是针对这篇文章 好 同学们明白吗 来到这边 都明白 都明白 好 老师我们可以接下去吧 好 那作者通过老教授钓鱼的经过 提出我是为钓不是为鱼 就是我们的中心思想 是 那么请问这钓和鱼 我们刚才讲用的比喻手法吗 其实这两钓和鱼呢 是比喻什么呢 来个同学要告诉我们吗 是 钓是比喻什么呢 所以想要回答 来 那位同学要告诉我们钓比喻什么 老师我想回答一下 好 思颖 思颖来 在这里呢 作者用钓来比喻 投入到工作中 享受过程中的日趋 好 对的 好 那么钓呢 作者是比喻为工作的乐趣 努力的过程 还有那种积极的工作态度 还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那接下来呢 鱼又是比喻什么呢 来 先生同学 鱼是什么 是名利吗 是钱财吗 来 哪位同学想要发表一下 老师 我来答 好的 鱼 鱼是比喻成工作所带来的利益 好 鱼是比喻工作带来的利益 对 利益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成果 收获 名利 金钱 财富等等 好 所以鱼就是比喻这一些 那么文中讲到老教授 老教授 那么他老教授其实就是比喻什么人 比喻哪一类的人呢 来 享受过程 好的 老教授呢 分别与钓鱼分别指的是一些 着重的过程 不计较成果的人 我看 对了 老教授比喻 不计较成果的人 注重过程的人 好 那么钓 又比喻为什么呢 老师 我想回答一下 好 来 钓鱼就指的是工作 钓鱼比喻的是工作 或者对工作投入 然后享受过程的那种乐趣 这是钓 或者钓鱼 来 鱼比喻为什么呢 鱼呢 其他同学 老师我回答一下 好 因为其实就比喻了 比喻了我们在整个劳动过程当中 所得到的一些利益跟财富 对了 就是比如说我们工作 然后那个薪水 薪水 薪水 我们的薪水 对了 好 工作带来利益 好了 那我们有提到这篇文章 用了举例论证 差序的手法 比例论证 那么作者呢 他有两条线 主线是在继续的部分 写的是老教授 出去钓鱼 那么老教授钓鱼的态度 态度 那么再引申到老教授呢 工作的态度 那是主线 那么 所以文中呢 特别的声明了老教授 是享受钓鱼过程中的乐趣 不计较收获 那么 接下来呢 作者呢 又 用五位 五位知名学者呢 作为副宪呢 作为局议论证 吊胜于鱼 这样的观念 那么 就说明他们在追求学问的过程中 获得乐趣 不重视名利 那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老师 好 中心思想 好 那我们呢 请同学们 来跟我们分析 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钓胜于鱼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 好像其实都在重复对吧 那个点 对 都在那边重复了 是的 师那我回答一下 好 进来 其实整个部分当中 作者想要提出就是 一个为钓 而不是为鱼的一个的 心态跟一个人生态度 并且在继续当中也表现出了 如果你不是为鱼而去钓的话 其实往往会收获更大 并且会让自己开心 然后使到这个团体健康还有社会会更加的成功 好 谢谢明俊 是很完整的一个答案 是的 那中心思想 钓胜于鱼 就是继续的部分 我们的主要的中心思想讲出什么 钓胜于鱼 就是说明这些学者 享受工作过程中的日趣 不在于索取 不计较名利 是 你看他连一个支票都没有去兑现 对呀 就不等钱用的感觉 对 他们真的是 那个精神真的很伟大 是的 那么在第二部分 议论的部分 作者就从钓胜于鱼 钓胜于鱼 这个主题思想 再说出它带来什么好处 好 什么好处呢 就是使一个 一个人快乐 是一个团体健康 是一个社会成功 好 那么这一个呢 是议论部分的主题思想 是 老师我在想 我们中心思想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的时候跟老师了解一下 究竟如果是SPM考题的话 会怎么考我们 应该用什么技巧去回答 这样子好吗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的 大家休息一下 稍后我们再见 好的 是 我们花了前半段的时间 来分析了 来欣赏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们请老师来告诉我们 如果是SPM考题的话 他会出现怎么样的考题来考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回答呢 我们有请张峰英老师继续上课 好 那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分析SPM的考题 来我们看第一题 那么作者说 能够欣赏调 而不计较于 是会使一个人快乐 使一个团体健康 使一个社会成功 作者要说明的是什么道理 举出一个作者用以论证这道理的例子 好 我们先要理解分析题目的要求 要不然答非所问 首先呢 作者说 能够欣赏调而不计较于 那这是我们的主题 中心思想主题 那么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成功 就是说 为什么 说明什么道理 就是说 我们要回答的是 为什么欣赏调不计较于这种态度 会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成功 那么我们分了三个小段 个人 团体健康 分析三小段 接下来呢 第二部分呢 是举出一个例子 好 我们请同学 有位同学要尝试回答吗 好 老师 那我回答一下 关于使一个人快乐的这个回答 好 其实使一个人快乐 意思就是作者想要表达 最心于追求知识的这个人 他的心智 往往都会放在这个研究上面 便再也无法伸出任何的 名利的这个观念 那即使面对这些后路距离的时候 他也看得非常的清淡 举出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 对这些人而言呢 知识的追求本身 其实就是他的过程 也是他的目的 更是这个乐趣所在 所以求知识是一个自我充实 并且是一个最大的乐趣跟报酬 好 谢谢明俊 一起喝成 是 感觉已经回答了所有的吧 就什么道理还有例子都出来了 是吧 就很完整了 那个个人的快乐 它是很完整 比我这一个答案更加的充实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很好 那么这种态度呢 为什么是一个团体健康 来 请另外同学我们分析 刚才明俊说的是个人 老师 我来回答吧 好好好 团体来 好 来 老师 我来回答一下一个团体的健康 好 一个团体健康 那一旦一个人最幸运追求知识 在团体中也就没有了向上爬的欲望 斗争自然减少 那团体就更健康了 好 胡萱的答案是对的 团体健康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没有名利的观念 不争名夺利 就没有尔虞我诈的情况 所以就没有名正暗斗的现象 这个团体肯定健康 是吗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看 为什么这种态度能够使一个社会成功 来 请另外一位同学为我们回答吧 老师 让我来回答 好 当一个社会 这个嘉胜语仪会使一个社会成功 当大家不会学而优则是 学生仍然留在学术岗位上做研究 各守其职 社会就会更加成功 好 也是对的 那么就是学者他们在学术岗位上做研究 那么刚才有提到 作者提到他们往往没有期望得到鱼 却往往钓到大鱼 所谓钓到大鱼就是有很大的收获 很大的发现 是吗 所以他们造福人群 造福社会 好 第二部分就是举一个例子 那么举例子呢 我们就不必详述了 就是那五位学者 我们提出一个 我们要写出他怎么样的 忘我的工作或者享受工作 他怎么样的不计较名利 其中一个就够了 是吗 一个就够了 题目要求一个就够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题 好 那第二题的题目是这样的 调剩余 余 有那两层含义 好 就是我们的主题的含义有两层 就是一层是表面的 一层是深层的 那续文章举出三个例子 这题也是需要举例子 但是是三个 三个 那我们请一位同学 为我们回答这道题 是 表面的意思 两层 先回答一层吧 表面的意思 表面的意思 来 表面的意思是什么 老师 我想回答 好 可荣 我个人觉得呢 吊涉鱼的表面意思呢 是在于垂钓的乐趣 而在于享受钓鱼的过程 有胜过鱼的获得 好 是的 那么 吊涉鱼的表面意思是 垂钓的乐趣在于享受过程 有胜过鱼获 就是享受过程 而不是追求结果 那么 深层的含义呢 来 同位 老师 那我回答一下 深层的含义 好 就是说 当一个人在沉醉鱼 他其兴趣或者其工作本身时候 所带来的快乐当中 他就不会计较是否能 从中获得这些各项的名利 或者权势这些收获 他也不会只单单的想着往上爬 或者想学而有者事 而是更加注重在沉浸于 这个兴趣跟快乐当中 对的 那么 深层的意思就是说 引申到就是一个人沉醉于工作 带来的快乐 那么 因为他不计较名利 所以往往他是有更好的表现 好 接下来我们举出三个例子 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这几个例子中 举出三个例子就够了 三个例子要论证说明 是 然后第三呢 老师 好 因为我们时间也有限了可能 好的 第三题 或者是我们跳过去 也可以 还是老师要快速地带过一下 好 老师讲解一下 那么第三题 就是针对结束的那一段 我在想 其实人生子不过是在 并不幽静的水边 空钓一场玩笑 又哪来的鱼 好 作者对钓剩余鱼 作者对人生提出什么感叹 提出什么感叹 那么这题是高思维题 为什么呢 就是答案没有办法 直接在文中找到 高思维题 好 同学们来 我们试试看 试试看吧 老师 我来试试看吧 好 福宣 作者觉得 调剩余鱼这段话 其实带出了一些人生哲理 而其中的含义呢 非常我们 值得我们去更深入地了解 以及学习 好 来我们看看福宣的答案 对吗 好 那么就是 是的 物意的满足是暂时的 事业的追求是永恒的 来 还有娜佑同学要补充吗 好的 老师 那我来补充一下 其实换句话说 他整段的感叹 就是对于那些 追求这个名利的人 其实是会为鱼而不择手段的 会变成一个 尔虞我诈的一个社会现象 所以水边自然就会不忧尽了 那么要是一不小心 我们身为社会的人士 就会掉落在这水中 身败名裂 那这岂不是空掉一场的玩笑吗 到最后的结果 便是倾家荡场 一无所有 又哪来的鱼呢 明俊分析得很好 证明他非常了解这篇文章 有他个人的见解 就是不忧尽的水边 就是像明俊说的 每个人追求名利的话 这个我们的 就在一个不忧尽的水边 是 老师那最后这个部分 想要老师总结一下 今天这篇文章 给我们带来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老师可以总结一下吗 简短的 那么今天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 钓剩于鱼 那么就强调了 引出了我们的老教授那种态度 钓鱼的那个态度就是 我是为钓 不是为鱼 就是我追求的是 工作过程中带来的快乐 而不是追求结果 不是追求结果 好 那么这样的工作态度 秉持着钓剩于鱼的工作态度 能够带来什么好处呢 那就是会使一个人快乐 一个团体健康 一个社会进步 所以老师 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中心思想 也适合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对 比如我们的政治 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对抗疫情整个心态都一样 是 是 就像我们发明了很多疫苗 那疫苗的专利 如果没有去说 我一定要申请那个专利 那个疫苗就会来得更加的便宜 那大家都可以去打这个疫苗 对 能造福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张峰英老师 还有在线上的六位同学 跟我们一起上课 当然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学生 老师 感谢你们 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见了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 再见 谢谢薇薇 谢谢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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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D-D-TV KPM 首先要感谢D-D-TV KPM SPM专专业老师 为华文文学的考生 安排了考前冲刺课 我的女儿谢可迎就读中华国民型华文中学 也是2021年报考华文文学的考生 选修华文文学是她的选择 同时我也非常支持她 我也希望我的孩子以及所有SPM的考生 坚守最初的梦想 放下包袱青砖善政 紧张而又愉快的面对SPM 加油 大家好 我是吴春斤 我的孩子是周坎庆 来自中华国中 我会支持孩子选修华文文学 是因为希望她能从中学习 同时可以提高她的文学修养 也提高对世界以及民族文化的认知和了解